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学法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MongoDB 今天咱们学的概念非常的重要 大家去看标题 备份与恢复太重要了 咱们天天使用数据库 您能说天天不备份吗 对吧 万一您不备份的话 咱们业有数据都丢了怎么办 虽然这是DB的工作 但是咱们作为这个系统开发 也得需要了解嘛 对不对 好 那今天咱们就讲一下 MongoDB的备份与恢复非常重要 没有之一 好 咱们的知识连有两个 一个是MongoDump 备份 一个是MongoRestore 恢复 好 咱们马上进入实战 我这都是干货 大家一起来听一听 切割以后就不要小马视频 就干货视频一样 好 咱们看 首先说 进入到咱们Mongo的控制台 工具台模式 然后看一下当前所有的数据库 然后切换到小马博客 看一下咱们文章表 肯定有数据嘛 对不对 OK 然后咱们退出文章表 看啊 建一个备份文件夹 然后咱们进入这个文件夹 再接下来 开始备份 备份什么 MongoDump 空格 杠地 备份哪个数据库 KomaBlog 备份 备份它 对不对 备份完之后 LS看一下备份的文件 然后咱们再进入到 KomaBlog这个数据库 这是一个快捷键 以前咱们都是敲Mongo 然后Use 就可以进入这个数据库 其实是这样敲是可以的 Mongo空格 直接跟一个数据库名 就能够进入 进来之后 咱们现在再看一下当前数据的状态 肯定有数据嘛 对不对 然后注意 这句话 非常作念的一句话 删除所有的文章 删除所有的数据 删了吧 删之后 咱们再确认一下 确实已经删除了 然后咱们退出Mongo的命令行模式 现在咱们在哪 在DBbug文件夹下 对吧 这样的话 咱们在这文件夹里面 大家注意看 我用MongoStore-Job 去掉当前所有的数据 然后进行恢复 恢复完之后 咱们再进入小马博客 再看一下文章 是不是已经恢复 好不好 解决说 咱们今天的工作 是看数据 确认有数据 然后呢 备份 备份完 删除 删除完之后 再恢复 这是咱们今天的 主要的工作流程 马上开始实验 好 咱们试试 首先说 咱们先看一下 当前的DBS 我这清一下 D 受 DBS 怎么样 有四个数据库 咱们现在 进入到小马的数据库 没有问题 然后 看一下当前我的数据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条数据 没问题吧 OK 接下来咱们退出 要干事了啊 我在我的 我建一个 算了 咱直接拷贝命令吧 我建一个 DBBK的文件夹 能建 然后 切换进去 没问题 开始备份 是 首先说 咱们在 人事务 首先说 这个命令是怎么来的 是因为咱们在装 MongoDB 服务的时候 它会自带 给咱们带上这些个 备份 恢复这种系统管理命令 如何安装 MongoDB 请看我以前的视频 好 咱们现在备份 Let's Go 怎么样 因为咱们数据比较少 所以它备份也比较快 这还写着一个 7个文档 帮关几个吧 咱们现在 例子看一下 Dump文件夹 咱们进入 KomaBlog 进入 大家请看 备份完了吧 咱们直接cut一下 看看它的内容 它不叫Jason 叫Bison 看一下 能看到内容吗 虽然看到 不是很好 但因为它里面有 二进制的部分 这个看不到 稍等 我再冲销一下 稍等一下 算了吧 它也是二进制的文件 咱们就不用去看咯 好 咱们回到刚才的 数据库的备份文件夹 然后咱们干嘛 再回到咱们的数据库 首先 我跟大家说一下 咱们备份完了 这个文件夹 别轻易进去 改文件 看文件 别乱动 万一你把这文件 破坏了 你想恢复 可能恢复不了了 后悔莫及 我希望咱别动 刚才我不进去了 然后我被人家给警告了 赶紧退出 别再干事了 再干事 那就要挑战底线了 好 咱们就说到这 再难听不说了 不说 咱们进入到 空妈博客 然后 列出一下所有的数据 肯定有嘛 对不对 咱们没操作数据库嘛 那现在 就要操作咯 干什么 删除所有的文章 有点不敢啊 试试啊 够 OK 删除七条 再确认一下数据库 没了嘛 对吧 都删掉了 怎么办 恢复嘛 退出 没问题 然后呢 确认一下 是当前backup的文件夹 然后执行mongol store 减减job 去掉当前的数据 然后用备份文件 税库进行恢复 试一下 go 哎 怎么样 恢复完之后 恢复完之后 咱别动啊 咱们再进入到 小马博客数据库 然后再敲一个命令 看看有没有 哎 怎么样 数据都回来了吧 这就是简单的 mongolDB的 备份与恢复 非常的简单啊 呃 简单的不能再简单啊 当然有朋友说 不行 我呢 在这个实际工作中呢 遇到很多的 各种各样的情况 我该怎么处理 是这样啊 mongolDB呢 他给咱提供了 很多的帮助文件 这个减减 hideop这个 这个东西 我推荐您能够 把这文档都看一下 尤其是 如果是这个DBA的朋友啊 我希望您能看一下 每个选项 都干什么 该如何备份 该如何高效的备份 该如何安全的备份 他里面写的很详细啊 我推荐您呢 都看一下 嗯 不过作为咱们开发的朋友来说呢 掌握到我今天给您介绍的质点呢 就应该足够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mongolDB的备份与恢复 不知道您听没有没有啊 应该不是很难 而今天的课件呢 我会放到开源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的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 优酷 供您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啊 好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